带着妻子和她闺蜜去露营,闺蜜却趁妻子熟睡时钻进了我们的帐篷,她骑在我身上,风骚地撩起裙子,白花花的身体令我血脉膨胀,她扭动腰肢,摩擦着我的大腿,周睿哥,你真的不想要我吗? 我哪点比不上你身边那个疯婆子,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,凌晨不知道几点,我睡得正香时,却被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吵醒,睁开朦胧的睡眼,就看到老婆的闺蜜江圆圆朝我走过来,她披散着长发,穿着低胸短裙,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裙底风光。 她里面竟然什么都没穿,我看得呆住了,根本一不开眼睛,猴头不自觉地滚动了几下,愣神的功夫,江圆圆就已经骑到我身上来了,小手揪着裙摆,紧张地搓了搓,叫声道,周睿哥,我一个人害怕。 我心头一惊,下得赶紧起身,结果江圆圆却突然撩起裙子,将我的脑袋罩住,我的脸直接埋进了她高耸的山峰里,一时只觉得头晕目眩,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,我甚至能听到她扑通扑通的心跳声,她紧紧地抱着我,同时扭动着腰肢,在我的大腿上来回摩擦。 声音更添了几分娇媚,周睿哥,你难道真的不想要我吗? 窒息感铺天盖地地朝我涌来,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,用力想将江圆圆从我身上推开,她疯了吗?我老婆就在我旁边躺着呢? 她怎么敢做出这种事?我叫周睿,跟我老婆林小月结婚刚满一年,而江圆圆是小月最好的闺蜜,近半年来。 由于种种原因,小月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,并且越来越严重,为了给她治病,我特意带她出来露营,让她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。 没想到江圆圆突然来了这么一处。 圆圆你别这样,我抗拒着,只觉得她胸前肌肤滚烫,都要把我烫伤了。 不过我毕竟是个大男人,力气比她大,挣脱得很快,只是一个没注意,就把她的裙子给撕烂了。 本来就是低的不能再低的低胸裙,再被撕开一条口子,那两只雪白的大兔子瞬间跳了出来,晃得我眼晕,我紧张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 眼睛不住地瞟向躺在我身边的小月,她背对撕我们,没有动静,江圆圆顶着那两只大白兔就贴了上来,剩下的布料滑到她纤细的腰上,可因为她动作幅度太大,所以并没有对她的下半身起到遮挡的作用。 不用担心,她捧着我的脸,吻在了我的嘴角,她吃了药,不会醒的。 我呼吸也急促起来,这样香艳的场面,实在是让人血脉喷张,怨怨你别,我执拗得别过脸去,却又被江圆圆掰,强行了回来,她温热的呼吸,拍打着我的脸颊。 周睿哥,你看看我啊,我哪点比不上你身边那个疯婆子,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。 她吻上了我的唇,而我害怕动作太大,吵醒小月,不得不顺从着,慢慢地,也来了感觉,在自己老婆身边跟别的女人做爱。 一种违背道德的刺激感,冲击着我的大脑,都说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,我自然也不例外,一时上头,真就想不了太多,正爽着呢,突然就看到小月转过头来,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,脸上还露出诡异的微笑。 我被吓得大叫一声,猛地睁开眼睛,才发现不过是一场梦,这梦也太真实了吧。 一定是我太久没有释放过了,才会做这样的梦,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,心脏扑通扑通,仿佛要从嗓子眼跳出来,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,看到小月依旧在我身边安静地睡着。 没被惊动,我才松了一口气,我拿出手机一看,凌晨两点,再过两三个小时,就可以看到日出了。 我准备抱着小月,抓紧再睡一会,结果手机铃声却突兀地响了起来,吓得我差点把手机扔出去,一看来电显示,是江源源,我按下了接听键,压低声音。 喂,他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,让我想起,刚才我俩在梦里发生的事,不由得一阵口干舌燥,周睿哥,我好像被锁车上了,车门打不开了,你拿车钥匙过来开一下。 电话里的江源源,一切正常。 我也赶紧把那些不正常的心思压下去,应道,好,马上来。 挂完电话,我拿了车钥匙,就出了帐篷,外面黑漆漆的,风很凉,很安静,只能听见不知名的虫子的叫声,车子就停在几百米外的小路上,我走过去。 见江源源确实被困在里面,便赶紧拿钥匙打开车门,江源源穿的正是我梦里那件短裙,半饮半露的,格外撩人。 我脸颊发烫,心里发痒,难道梦里的场景真的要实现了吗? 我很紧张,又有点莫名的期待。 强装镇定,关心道,怎么不睡帐篷,一个人跑到车里来了? 周睿哥,江源源突然伸手勾住我的脖子,这半年来小月的精神状态都不太稳定,你们很久没那个了吧? 他边说边蹭我,软软的,香香的,和我梦中的触感一模一样,我来帮你好不好? 憋太久了,会把身体憋坏的。 温生软语撩拨着我的心弦,身体某个部位蠢蠢欲动,说着,他的手便顺着我大腿摸了上来,刚好我穿的是短裤,他灵巧的小手直接从我的裤腿钻了进去。 嗯,我忍不住发出低沉的闷哼声,慌张地按住他的手,圆圆快助手,我们是朋友,是好兄弟啊。 虽然这些年,我们处得跟铁哥们一样,我和小月都是通过他才认识的,但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,他多次暗示过我,我都装作不懂。 他终于按耐不住了,谁要跟你当兄弟?周瑞你是不是个男人?你真的不懂吗? 是我先认识你的,我喜欢你,我要做你的女人。 他每说一句话,情绪就激动一点,话还没说完,就抱着我开始猛亲了,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住。 女人主动地投怀送抱,我有种美梦成真的兴奋,三更半夜,荒山野岭,一辆小轿车在夜色的掩盖下,剧烈地晃动着,只是有一点他错了,我不是不懂,是欲擒故纵。 我和江源源刚刚结束,突然一束远光灯扫过我们的车窗玻璃,很快,两辆越野车游远极近,停在了不远处的山坳上,车门打开,车上下来七八个穿着打扮都十分贵气的年轻男人,他们抽着烟,嘴里飙着脏话,贺少不是说要带我们找乐子吗? 怎么找到这荒山野岭来了? 对啊,这里能有什么谚语啊?贺少是女人玩腻了,想玩女鬼。 哈哈哈哈,你小子还真别说,以咱们贺少的实力,女鬼都得给他干趴下。 哎,你们看,前面就有两个帐篷,哥几个跟我来,说不定真的有谚语哦。 车灯照亮了一大片,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朝着帐篷的方向走去,然后我老婆小月就被他们拖了出来,小月吓坏了,大声叫道,老公,老公你去哪儿了? 老公,他在找我,可我双腿就跟灌了签一样,动弹不得,猫在车里透过车窗远远地看着,小月的慌张无措。 只换来了男人们无情地嘲笑,哈哈哈哈,我们这这么多人,你叫谁老公啊,美女? 另一个抚摸着小月的脸颊,没关系,待会儿哥哥们会让你挨个叫老公的。 他们把小月拉到了那个带头的,被他们称作贺少的男人面前,我听见小月惊讶地呼喊出一个名字,贺远舟。 怎么是你?这个名字,贺远舟也认出了小月,要还是老同学啊,那就更不用客气了。 你,你想干什么?快放开我。干什么?贺远舟笑了。 他身边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,当然是干,你了。 然后他手一挥,兄弟们,我先来,你们排好队,一个一个赏。 他手下的小弟们又是一阵欢呼,同时将小月扒了个金光,从车里拿出麻绳,把他绑在了车子的引擎盖上,雪白修长的眉腿,被人高高抬起。 小月哭着哀求道,不要,求求你们,不要这样对我,求求。 然而在这样一群丧心病狂的恶魔面前,他的哀求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。 小月的惨叫声此起彼伏,响彻整个山林,临间熟睡的鸟都被惊飞了。 小月,我后知后觉地想要冲下车,江源源却死死地拽住我,别去,你知道他是谁吗? 咱们惹不起的,可是小月管不了他了,快走。 江源源俐落地钻到了驾驶座上,插上钥匙,脚踩油门,飞速逃离,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质问道,为什么不让我去救小月?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那群畜生糟蹋。 你还想救他? 你救得了吗? 贺远州的大明,你没有听说过吗? 我愣住了,江源源继续道, 他是贺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,贺家有权有势,手眼通天,不是我们能得罪的气的。 贺远州跟我们一个大学的你,不记得了吗? 大三那年他,江源源说道,这突然就停住了,叹了一口气,小月摊上这种事,只能算他倒霉了。 我摇摇头,疯狂摇头,不记得,我什么都不记得,江源源开着车子下了山,但是我们并没有走远,而是在山脚下的小镇上停了下来。 我们哪儿也不敢去,更不敢睡觉,就在车上一直带到天亮,终于等到那两辆越野车从山上下来,也在我们旁边的车位停下,贺远州下车抽烟。 他手下的两个小弟,很有眼色地跑去买早餐。 其他人就陪着他闲聊,我又认出了两张熟悉的面孔,是贺远州的死党,好智杰和徐冰,他们都是家事背景差不多的公子哥,好智杰拍了拍贺远州的肩膀。 行啊兄弟,这一晚上真没白来,好久没完这么刺激的了,哎呦那女人叫的哟,我就喜欢听女人惨叫。 太美妙了,好智杰一脸回味的表情十分变态,徐冰伸着懒腰,要不怎么说,还是咱们贺少会玩呢? 那些花样我见都没见过,贺少以后可要多带带兄弟我了。 贺远州笑着,那么见外干什么?你现在定居国外,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我肯定要带你好好玩玩。 他们几个你一言我一语的,把昨晚的过程又大致描述了一遍,我听的脑袋都快炸开了,很难想象小月经历了怎样的折磨,等他们一行人终于走了。 我们才敢重新开车上山,去找小月,地上到处都是小月被撕碎的衣服,还有烟头,树枝,高尔夫球杆等一些道具,上面都沾着血,看上去触目惊心。 却并不见小月的身影,我们找了许久,才在山间小溪中发现了她,她遍体鳞伤,奄奄一息,那些人就没打算让她活着下山。 小月?小月,我颤抖着双手,把小月抱起来。 你坚持住,我来救你了,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 可就当我以为,江源源会把小月送到大医院救治时,她却调转方向,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私人小诊所,为什么来这儿? 我问,这种事情,当然越少人知道越好啊。 周睿哥,你相信我,我不会害你的,惹上那些人,对我们都没好处。 没错,我再一次选择了退缩,小月伤得很重,尤其是下面的撕裂伤,其次就是臀部和胸部都被抽打过,臀部血肉模糊,胸部又红又紫,各个关节还有不同程度的扭伤和错位。 加上又在冷水里抛过,好在经过半个月的治疗,小月捡回了一条命,可她的精神状态完全崩溃了。 她本来就有精神分裂症,脑子里一直绷着一根弦,如今这根弦彻底断了,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。 她认不出我了,她对外界的一切都很抗拒,我稍稍靠近她反应都很激烈,走开,不要过来,走开。 手边能够得到的东西,都被她拿来砸我了。 家里一片狼藉,每每看到这样的小月,我都气得要冲到警察局去报警,可江源源总会拦住我。 周睿哥,你别冲动,小月已经这样了,就算你报警也没有用的,我们没有任何证据,不能拿他们怎么样的。 就小月这个精神状态,你觉得她说的话,警察能信吗? 是啊,别说警察了,我都不信,后来江源源提议,让我把小月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,我听从了她的建议,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,才找到一家我能负担的精神病医院,我和江源源一起去送的小月,办理好各种手续,签完字,交完钱,就由医护人员上来接收,小月见到陌生人,非常恐惧。 反应激烈,可她却对旁边的我视若无睹,反而死死拽着江源源的手不放,癫狂地大喊大叫,是你,是你害死了徐若雪,是你骗了她,跟我没关系,别找我,别来找我,啊呀。 我将疑惑地目光投向江源源,江源源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恐慌,她一边用力甩开小月,一边否认道,你在胡说什么呀? 我听不懂,乖乖跟医生去,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 哈哈哈哈,小月又疯癫地大笑起来,把江源源的手背抓出一道道血痕,才终于被医护人员拉开了。 江源源,你会遭报应的,徐若雪不会放过我们的,今天是我,明天就是你,你不得好死,小月凄厉地叫声,回荡在整个医院,江源源脸色惨白了好一阵才缓过来,顾不上手上的伤,拉着我就往外走,回去的车上我问她,小月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? 徐若雪这个名字,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? 此刻的江源源已经恢复如常,正对小镜子补妆呢,她毫不在意地开口,胡说八道呗,一个疯子说的话能有什么意思? 那徐若雪,我再次提起这个名字,不认识。 江源源不假思索地答道,从头到尾甚至都没有看过我一眼,只看着镜子里越发精致美丽的自己,眼睛里流露出自我欣赏的目光,我的心突然就狠狠往下一沉。 不认识是吗?很好,此后,江源源就顺理成章地搬到了我的出租屋,跟我出双入队,也不能怪我无缝衔接吧。 我老婆小月进了精神病院,我身边需要一个慰藉,江源源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那天晚上,我们在车里很是欢愉,现在不用顾及小月了。 她更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的引诱我跟她交欢。 狭小的出租屋里,到处都是我们欢好过的痕迹,当然,我也很喜欢她这样,她热情似火,跟林小月完全不一样。 她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男人的快乐,晚上九点,江源源提着大包小包进门,我看着那一个个印着名牌logo的包装袋,脸色不由地又沉了几分。 江源源语气中难掩兴奋,哎呦,今天真是太累了,不过收获颇丰,你快来看看我新买的包包怎么样。 她从袋子里拿出一只精致的黑色小包背在身上,对J镜子照了又照,还有高跟鞋,小裙子,这些可都是限量款,真的好好看啊。 江源源小脸红扑扑的,一整个陶醉在了名牌带来的虚荣感中,我黑着脸走过去,把手中的平板电脑往她面前一扔,顺手点开一个聊天页面,质问道,你怎么能对小月做这种事? 她不是你最好的闺蜜吗? 我今天才发现,原来小月被贺远舟那群畜生侵犯的时候,江源源偷拍了视频,她拿着视频去勒索贺远舟,得到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封口费,见我发现了她做的好事,她也不心虚,一脸无所谓的表情道,反正小月都那样了,换点钱给我们花不是正好。 贺少不愧是贺少,出手可大方了。 说着,她甚至掏出几大红彤彤的钞票,随意地扔在沙发上,有了这些钱,我们可以换个好点的房子。 我很生气,你就是这么对待闺蜜的。 你爱换你换,我不换。 江源源也发火了,冲我喊道,那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能过得更好。 你想一辈子都窝在这个破除租屋里吗? 我窝在床上背对谢江源源,不想理她,直到她穿上情趣内衣来哄我,好了别生气了,你看看我妈,今天是你最喜欢的女仆风哦。 温声软语,我骨头都酥了。 再看她身上的女仆妆,那少得可怜的布料,该遮的地方一点没遮住,她往我手里塞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,红着脸说,老公,帮我弄进去。 我妈撒着那光滑而坚硬的金属头子,看着面前的人缓缓抬起那水嫩的蜜桃,心里的燥热顿时蔓延开来。 我照着江源源说的做,看着她小脸逐渐涨得通红,唇齿间发出隐忍又享受的声音,我就再也受不了了。 当我翻身把江源源压在身下,如同饿极了的狼一样,恨不得将她吃干抹净时出租屋的门,突然被大力破开了。 四五个陌生男人冲了进来,跟在他们后面的正是贺远舟和她的另外两个死党,好智杰跟徐冰,江源源被吓得惊声尖叫,连连往我身后躲, 而我也一脸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人,想起那晚他们对待小月的残暴手段更是害怕得浑身都发抖,贺远舟往沙发上一坐,一脸戏谑地开口道,玩得挺开啊老同学,不过这个软脚虾能满足得了你吗? 他还没发话呢,他手下的小弟就已经上来,强行从我身边拉走了江源源,放开他,你们想干什么? 我企图冲上去,可是刚一动作。 就被贺远舟的小弟给死死按住,江源源被绑在沙发上,双腿分开到最大程度,呈现出无比开放又羞耻的姿势,然后好智杰就率先扑了过去。 啊,不要,求求你们,不要这样对我,你放过我吧,贺少,江源源疯狂嚎叫,可惜根本没人听她的,我的挣扎呐喊也被无视的彻彻底底,我看到贺远舟抬手扯掉了江源源身上那条尾巴,轻笑着说,别浪费了。 他身边的徐冰听完黑黑一笑,也朝着江源源扑了过去,贺远舟朝着我的方向勾了勾手指。 我就被他的小弟连拖带拽的,拉到他跟前,我跪在贺远舟面前,脑袋被强行按在茶几上,被迫观看他们对江源源示报,如此近距离的,对我的眼睛和耳朵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, 所以贺远舟一脚踩在我的头上,手里还甩着那根尾巴,漫不经心道,上次帐篷里那个是你老婆吧? 那身材,那脸蛋,嘖嘖,兄弟们用过都说好。 贺远舟这么一说,他的小弟们都跟着起哄,魔鬼一般的笑声充斥着我的耳朵,我大骂道,畜生,混蛋,王八蛋! 你们不得好死! 我满心的恐惧,彷徨,愤怒和不安,我用尽全身力气去挣扎,去反抗,可依旧无济于事,贺远舟的小弟拍打着我的脸颊,用极其嚣张的口吻说道, 咱们贺少是看得起你,你不要不是好歹,就是,能被贺少看中是你的福气。 狭小的出租屋内,笑声,欢呼声和女人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, 这一幕,多么熟悉,简直和五年前一模一样,我咬紧牙关,双眼发红地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,看着他们尽情地发泄自己身体里的欲望,看着他们享受的表情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耳边的嘈杂才退去,有人推了我一把,我倒在地上,有什么东西砸下来,我一看,事前,那人很不懈地抠着鼻屎说,这是咱们贺少赏你的,但如果你管不住嘴的话,这就是你的丧葬费。 我看了一眼这个凌乱的家,以及早就被折磨到昏过去的姜元元,捡起地上红彤彤的钞票,不受控制的放肆大笑起来。 好多好多钱啊,只要有钱,女人又算什么,反正小月都已经进精神病院了,姜元元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我的情人,我对她从来都是走慎不走心的, 所以当姜元元好不容易清醒过来。 哭着闹着要去报警的时候,我拦住了她,你还嫌不够丢人吗?要不是你主动去招惹,他们会找上门来吗?这都是你自找的,你想报警我不拦着,但我不会帮你作证的,我什么都没看到。 那些人是什么来头,你心里比我清楚,我可得罪不起他们。 我无所谓地摇着头,笑容极其变态,姜元元哭到崩溃,反复质问我为什么不帮她,可我早就没了耐心,拿着钱出门挥霍去了。 我也要好好感受一下有钱人的日子,此后贺远舟再带着人来我家时。 我甚至会对他们笑脸相迎,看着他们用变态的手段折磨姜元元,我也会有快感,他们每次离开后都会给我一笔钱,有时候贺远舟还会大发慈悲的,带我去高档场所见世面。 我也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,一天比一天堕落,饱受折磨的姜元元也试图逃离,可每次都会被贺远舟的人抓回来。 他们可喜欢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了,他们喜欢看弱小的猎物在他们手里挣扎求生,又走投无路的样子,更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践踏我的自尊,我比他们想象的。 还要了解他们,直到有一天,江元元发现了我的秘密,我一进门,她就冲上来,拿着一张照片质问我,你怎么会有徐若雪的照片? 还一直藏在手机壳里,走哪里都带着,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?或许江元元也意识到,她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,她愤怒歇斯底里,你说啊。 她提高了声音,变得越发焦躁不安,为什么你明明认识她还装作不认识?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? 她红着眼睛,状态癫狂,其实她的身体状况很差,身上的伤就没有好过。 还在不间断的发烧,身上还有一股遮掩不住的腥臭味,现在的她就好像落水的人抓住了稻草,可稻草终究是稻草。 救不了她的命,我把江元元手里的照片抢了过来,小心地呵护着,轻飘飘地扔给她一句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不可能,你一定知道,你知道的对不对,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有目的的,你是来给徐若雪报仇的。 她声音嘶哑,眼神恐慌,浑身颤抖,一个劲地往后推,小月已经被你送进了精神病院,下一个就是我了,我淡定地坐在沙发上,说,可林小月的药不是你换的吗? 她还以为她做得有多天衣无缝呢?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,我只是不说而已,林小月,江元元没有是一个无辜的,我要让他们统统下地狱。 你都知道,原来你都知道,哈哈哈哈,你故意接近我,处处向我示好,最后却跟林小月结婚,你就是想利用我对付林小月? 哈哈哈哈,我们都被你骗了,你真正喜欢的,是徐若雪那个贱人对不对?可惜她已经死了,被贺远舟他们那群人晚死了。 哈哈哈哈,江元元笑得可大声了,她以为这样就能刺激到我吗?我听到门外的脚步声。 走过去拍了拍江元元的肩膀,露出温柔的笑容道,你也会被他们玩死的。 然后,我打开门,贺远舟一行鱼贯而入,今天他们的队伍中,还加入了两个精壮的黑人小伙,手里拿着一些我见都没见过的新型玩具。 他们看到江元元就两眼放光,这一晚,我都在门外抽烟,听着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,我又想起了那个被可怜的女孩,她叫徐若雪,是我们学校的校花,也是我唯一心动过的女孩。 她那么美好,自信,笑起来就像太阳一样,能给人带来温暖。 可我因为家庭原因,从小就自卑,我学习好,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,成了同学们眼里的怪胎,也莫名其妙地被贺远舟他们针对,就连我鼓起勇气给徐若雪写的情书,也被贺远舟的人抢了过去。 他们肆意地嘲笑我,羞辱我,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这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,我都习惯了,可他们竟然把罪恶的爪子伸向徐若雪,当时的林小月和江元元就是徐若雪最好的闺蜜,可他们却接受了贺远舟的收买,无情地出卖了好闺蜜,那天晚上林小月跟江元元合谋。 以过生日为由,把徐若雪骗到了酒吧包厢,徐若雪怎么也想不到他推开酒吧包厢的门。 却一脚踏入了深渊,贺远舟,郝智杰,徐若雪,他们当着我的面,一遍一遍地侵犯徐若雪,他们是那么的疯狂,肆意,热衷于将别人的自尊踩在脚下。 那一场暴力的狂欢过后,徐若雪想为自己讨回公道,去寻求闺蜜林小月和江元元的帮助,却被无情拒绝,最后走上了绝路,她是无辜的,是被我连累的。 我这辈子唯一要做的事,就是为她报仇,如今,我的目的也快达成了,屋子里的动静一直到天亮才结束,好久没有发出过声音的江元元,却突然又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 我冲进去一看,满屋子的血,而江元元已经断气了,好直接抱怨道,怎么这么不惊弯?徐苹也一脸扫兴,老子还没过瘾呢,怎么就死了? 贺少,不会有事吧?贺远州无所谓地笑了笑,晚死个女人而已,能有什么事?走,本少爷带你们到别处找乐子去。 说着,一行人呼啦啦地走了,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笑出了声,不会有事吗?未免太自负了吧? 当然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瞧不起我,认为我这样的贱民翻不起多大水花,我会让他们尝到。 自负的代价,他们不会知道,我真有那么大胆子,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装了监控, 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。当天,我就把这些视频发到了网上,这个不是普通的花边新闻,这是强奸,是杀人,是犯罪,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而我在警察找上门之前,接二连三地曝光出了贺氏集团偷税漏税,拖欠工资,暴力催修等一系列丑闻。 但这都还不是最致命的,贺氏集团的产业如今虽然是便得开花,但他们一开始是做煤矿生意的,如今煤矿也是支撑贺氏发展的基础。 我待在贺远州身边,跟着他们混吃混喝的那段日子也没闲着,找到了贺氏集团非法开采,因为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矿工死亡的证据。 我没有去相关部门举报,只是简单粗暴地把那些证据都发布在网上,我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,也切断了他们所有的退路,我就是要让他们无处可逃。 天网灰灰,疏而不漏,贺远州一行人很快就以强奸罪,暴力伤害致人死亡罪被警方抓捕,贺远州手上的人命还不止一条, 警方调查清楚后,他直接被判了死刑。 全市滔天贺氏集团也被查封了,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,就是我这只被他们瞧不起的蝼蚁,为他们敲响了丧钟,事后,我把手头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徐若雪的妈妈,她现在就在林小月所在的那家精神病院当护工,时隔五年,我终于可以去见若雪了, 我靠在她的墓碑上吞下一整瓶安眠药,思绪又被拉回到那一天,她来找我,满脸恳求道, 周同学,我实在没有办法了,请你帮帮我吧,你只要在法庭上实话实说就行。 那时候学校里流言四起,她已经是骑虎难下了,她必须打赢这场官司,来证明自己是被强迫而并非自怨,可她最后还是输了,输得彻底,成了同学们口中为了钱,不惜出卖自己身体的下贱女人,因为懦弱的我,没勇气站出来帮她。 那天,她站到了教学楼的最顶层,毫不犹豫地从上面一跃而下,成了我终生都挥之不去的噩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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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